余太太 李先生 你们出来运动啊 你是发福了 是不是 余太太 你好 我不是发福了 我是怀孕了 你们也全家出来运动吗 李太太 你不知道我跟我太太 我们两个是大盲人 我们哪有时间来运动 我们要去商店 就是圣诞节 Christmas 我们要来布置家 你学生应该是Christmas gift 爸爸啊 你连Christmas gift都不会讲 还要叫我去学英文 你自己去留学都不会讲 那什么是Christmas 圣诞节是要做什么的呢 妹妹 你都不知道圣诞节就是圣诞老公公嘛 还有得到很多礼物 就这样子 这么简单 我们要去学习的 哦 余先生 余太太 你们怎么会这样子想呢 这个是从丹麦以前流传的民间习俗的鬼故事 后来被可口可乐拿去改造成圣诞老公公的广告 你们不知道吗 妈妈从百科玄书已经告诉我们这些讯息了 圣诞节就是耶稣当圣的日子 叔叔 耶稣是谁啊 女儿啊 妈妈告诉你 耶太老公公的儿子就是耶稣嘛 他们都姓耶 余太太 你真爱说笑 他是上帝成为人 上帝为什么要成为人类呢 因为上帝爱人类啊 哟 李太太 我看你才爱说笑嘞 我是上帝 我才不要成为人类 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成为人类呢 因为耶稣爱人类啊 叔叔 我不明白 为什么耶稣要爱人类呢 让阿姨来回答你 你爱你的狗吗 阿姨 我当然爱我的狗啊 小妹妹 如果你真的很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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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狗 你应该也成为狗啊 李太太啊 你讲的可真深奥啊 要我变成狗 那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爱它 是的 这是真爱 我要有点疲劲 嗯 哧哗哩哩 我真希望我的狗人变成狗一样跟我玩 �ות thought 哟哗哗哟哗哗 哟哗哗哗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